捷案箱发生一起街头户犯案件 两名男子因为电话中发生口角 相约14号一早谈判 没想到一言不合发生斗殴 造成其中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送医 捷案警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抵达现场 将涉案人带回讯问 两名男子在街道上大打出手 画面看起来相当获报 这时14号早上7点左右 在捷案箱发生了一起伤害案件 年约24岁浅姓男子和26岁陈姓男子 因为在电话当中发生口角相约谈判 没想到却衍生护殴冲突 7月14日上午7时左右 在捷案箱南山一街附近 发生一起伤害案件 警察简讯与陈姓男子互为救世 二人依气故在电话中发生口角 并相约谈判衍生斗殴 造成捷案头部撕裂伤 送医救治后无大碍 捷案警分局获报后 迅速抵达现场逮捕两个人 并且查扣了冲突中 拿来护殴的无罩鱼枪 小刀、铁制、手电筒等各一把 而全案除了依照枪炮弹药、刀谢管事条例 伤害等罪嫌移送侦办之外 由于两人在户外都没有遵守防疫规定戴口罩 也将依传染病防治法 含茂花莲县卫生局来做裁拔 解释力情捷案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